继马尔代夫之后 孟加拉国向莫迪喊话 让他赶紧滚蛋 选择中国当对手 印度被围攻的风险大大增加 前两天印度方面的新闻报道 在针对中国这件事上 印度取得了一次外交胜利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指的应该是前段时间阻止斯里兰卡 接受中国科考船停靠这个事 不可否认的就是 这次斯里兰卡确实屈服于莫迪的威胁 对中国说了不 但是没多久 印度的另一个邻国 马尔代夫就对中国的科考船 表示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 马尔代夫政府同意 中国科考船停靠在马雷港口 进行人员轮换和物资补给 莫迪知道之后 估计气得这个胡子一边都歪了 那么毕竟马尔代夫新总统上任以来 就一改往日的亲印度作风 对外宣称 马尔代夫不是任何国家的花园 这话被许多人看成是 马尔代夫卖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 印度凭借历史以及其地理优势 在南亚称霸野心就从来没停止过 或许是此前跟着大英帝国 学那么几招吧 印度在称霸南亚的时候 手段无非也就是用 军事威慑和干涉别国内政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些靠蛮干才得到的东西 注定不能长久 一旦印度发生什么意外 那么周边这些国家 肯定是第一时间要威上去 看一些好话 斯里兰卡现在乖乖听话 主要是因为斯里兰卡 现在的实力不够 要是能够挺直腰板 相信他们也不会愿意 被莫迪政府忽来赫去的 孟加拉最近就传来了消息 其国内正在进行一场名为 印度滚蛋的运动 你光听这个名字 就能猜到这个运动的目的 那就是要了减少 印度对于孟加拉国施加的影响力 而导致这场运动的诱发原因 听上去十分有意思 前段时间孟加拉国不是正在举行大选吗 作为反对派的民族主义党 正在全国掀起一场印度滚蛋的运动 认为印度试图干涉孟加拉国大选 因为外界普遍不看好这个运动的前景 但是印度对周边国家这种进行的干涉主义 正在引发连锁反应 这件事的发酵对印度来说是火上浇油 前有马尔代夫喊话让自己撤军 后有孟加拉国让自己滚蛋 要是局势不受控制 我看印度搞不好有被围攻的风险 在这片南亚大陆上 说莫迪现在是四面楚歌人人喊打 我觉得并不为过 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除了印度自身的定位不准以外 把中国等这些邻国树立成敌人 也是莫迪犯下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印度一直以来以英属印度正统继承人自居 认为印度对周边国家负有指导义务 试图恢复英属印度的版图 对邻国奉行所谓的前进政策 因而导致印度外交陷入到如此困境 他们常说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莫迪现在第一步就走错了 把中国当成敌人 那你就是选错了对手 因此印度接下来要走的路 注定不是坦途 坦逊 有时候翻译了 备替我